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税法一基础班 我们接着来学习第四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费附加 以及地方教育附加 那这里一个税 其实涉及到两个费 一个是地方教育附加 一个是教费附加 它们就相当于是两费 所以这一章我们主讲内容 一税两费 我们先来看考情 这一章呢 其实主要是考小题 单选题或者是多选题 偶尔偶尔它会在大题里面 融入一个小问来检考察 但是本质上呢 还是考小题来的呀 那还有这一章的 近三年的平均分值呢 三分左右 它基本上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 那或者是两个单选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一个出题节奏了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一章呢学习方法 本章是属于附加税费 附加税费 它是附加于增值税 消费税之上征收的税费 这是附加税费 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征税对象 它是依据于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而征收的附加税费 也就是以税两费 那既然是附加于增值税 消费税之上的 那所以学好第二章增值税 第三章消费税 将是至关重要 我们只有把增值税消费税的基础 给它打好 才能更好的去学习 第四章 附加税费 OK 所以本质上啊 第二章第三章的内容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学过了 要把基础给它打好 来 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内容框架 总共三节 第一节城市维护建设税 第二节教费附加 第三节地方教育附加 后两个都是涉及到教育附加类似的 那第一节呢 是城市维护建设税 总之 一税 两费 好 简单 知道一下啊 而且简单提醒一下 这三节的内容 其实它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比如说 它的征税范围 它的纳税人 它的计税依据 甚至是我们它的 这个税税优惠 征收管理 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 其实大同小异啊 很多都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先 以第一节为主 来进行学习 第二节 第三节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 只讲一些差异性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 别看它小啊 我们内容 还是基本上还是很全的 你比如说我们增值税 和消费税里面 学到纳税人 征税范围 税率 计税 依据应大税额的计算 税收优惠 以及征收管理 等等的内容 我们在城市维护建设室 这一块 依然会写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考试大刚要求 了解 承建税的概述 熟悉 承建税 纳税人 征税范围 税率 税收优惠 计税 依据应大税额计算 了解 承建税的 征收管理 所以第二块 这个熟悉这一块 是需要重点把握的 我们整体 第四章的内容 都很少 两小节课 就讲完了啊 来 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点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概述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概念 考不到 我们理解就可以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我们简称 城 建 税 后续我们在上课过程中 或者你在平常做起的过程中呢 听到承建税 就是说的是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它是对于缴纳 增值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征收的一种税 OK 一般情况下 那对于单位和个人 如果涉及到缴纳增值税 或者消费税的话 那要同时缴纳 承建税 好 这就是我们 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 它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再来看一下特点啊 税款是专款 专用的 那这是曾经的规定啊 其实我们承建税法 也就现在承建税 已经立法了 它呢 最新的一个规定呢 它其实 已经不再规定 专项用途了 我们这里了解一下 但是 如果我们考试涉及了 依然然叫才来就行了啊 这里简单理解一下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款 专款专用 也就是说 收上来的这个承建税 我们用于干嘛呀 用于我们城市的 公共事业 公共设施的一个建设呀 这就是城市建设 这个维护建设税 它的一个特点之一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它属于附加税 属于附加税 它是附加于增值税 和消费税之上的 它没有独立的征税对象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理解清楚 好 那么第三个 承建税规模设计 承建规模设计税率 啥意思呀 那一般的来说 你的城镇规模越大 它所适用的承建税的税率 也就越大一点 那承建规模越小 它所适用的税率 那一般来说 越小一点 它比较特殊吧 它其实是属于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它和我们曾经学过的 增值税消费税不一样 增值税消费税 它基本上 比如说 是按产品化的 按行业来的 但是承建税 是按照地区差别来的 好 再有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第二个 它是附加税 它没有独立的 增值对象 对不对 你再回忆一下 咱们增值和消费税 是不是有增税对象 你比如说 有针对于货物的 还有针对于 15类应税消费品的 它没有独立的 但是承建税这一块 没有了 好 这是 链接于我们增值税 和消费税 你就回顾复习了 再来第四个 征收范围是比较广的 也同样理解就可以 征收范围比较广 我们想想 城市维护建税 它的征收范围 那一般情况下 但凡在我们国家 税务机关 然后去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咱们同时要缴纳 承建税 所以征收范围 还是比较广的吧 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国家增值税 是属于第一大税种 增值税 它的征税范围 非常的广 比如说 针对于销售 后劳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要征收增值税 那么同时也要征收 城市维护建税 增值范围很广 OK 这四点啊 我们主要以理解为主 不用四经备 那我们来看一个啊 2019年确实 曾经考过这个特点 但是预计也不会再考到了啊 但是 有可能某一个选项 会融入特点里面 来进行去考察 说的特点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税款 专款专用 没问题啊 确实教材里面这么说的 专款专用的意思也就是说 收上来的这个城建税 然后我们用于什么 用于城市的建设呀 用于城市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的 维护与建设 所以当然是专款专用了 它属于附加税 没问题 它没有独立的征税率 它不像增值和消费者一样 第三个 根据城市规模设计税率 没问题啊 确实规模比较大的 咱们税率比较高 规模比较小的 税率比较低 下有 征税范围较窄 不对了吧 中市范围很广 我们但凡 向国家税务机关 然后去交增值税的 或者消消费税的 我们就要同时交 城建税呀 所以 中市范围是比较广的 那因此这一题错误的 就直接选递了 好 这几个选项 如果融入在其他的 选择题里面的进行考察 我们同样也得是理解呀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城建税的基本规定 考纲要求我们熟悉 这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是比较多的 包含纳税人 征税范围 税率 积税依据 因拿税额的计算 等等等等 那每一个项目都相对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考点主要集中在 基本规定这一块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 纳税人 反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那是属于 城建税的纳税人 这个问题 咱们反复就在说 城建税是属于附加税 附加于增值税 消费税之上 所以 涉及到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 那我们同时要缴纳成建税 因此这个 你不用死经营了 当然这个单位和个人 包含外商投资企业 包含外国企业 以及外籍个人 都是包含的 那再来看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这个层面 我们城建税是根据地区来的 它包括城市市区 县城 建制镇 以及税法 规定征收两税的 其他地区 这个覆盖面是很广的 也就是它的征税范围 其实是比较广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 增值税和消费税里面 其实不是根据地区来的 它不仅仅 针对市区的增值税来交 对不对啊 那所以增值税和消费税 它针对于 比如说销售 护劳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得单位和个人来征收增值税 那你涉及到 无论在哪个地方 你只要交增值税 那你同样也要交 承建税了 所以啊 承建税 它是根据地区来的 不仅仅针对于市 还包括县城 建制镇 以及交纳两税的 其他地区 这个中税范围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那再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提示这个 对于进口货物 或者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 不征收 承建税 同学们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 说成四个字 进口不征 进口不征 那 咱们增值税和消费税 都是进口征收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 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同时 要缴纳成建税 但是 四个字 进口不征 也就是进口环节 它要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 但是 不同时征收成建税 没有进口环节 成建税的问题 千万要注意这四个字 进口不征 那还有 或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 向境内销售劳务服 无形资产 缴纳的增值消费税 这个熟悉吗 其实这里啊 是成建税法原文里面 曲线是这么说的 但是本质上呢 它指的是 境外单位的个人 向境内销售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缴纳的增值税 主要是增值税这一块啊 那这一块 有点熟悉 咱们在增值税里面 有说过 如果境外单位 向境内去销售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 这个时候 是由境内的营业机构 经营机构 来就缴税 但是如果没有设 经营机构呢 一般干嘛呀 一般是由境内的购买方 来去代扣代缴增值税 还记得吗 所以 对于成建税法 里面 咱们增值税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是由境内的购买方 来去扣缴增值税 但是不同时扣缴成建税 不征收成建税哦 来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在增值税里面 你要正常的扣缴增值税 但是我们不征收成建税 成建税是不征收的 这是我们说的两个例外点 一个是进口不征 说的是进口 当然是货物的啦 进口征收成这个增值税 但是不同时征收成建税 这是这个点啊 那第二个点 是说的是境外单位 向境内去销售劳务服务 无薪资产 这个时候干嘛呀 这个时候我们要 由境内的购买方 代扣代缴增值税 但是这个时候 境内的购买方 不征收成建税啊 不缴纳成建税 OK 这是这个点非常重要 这个提示点 一定要注意掌握 好 那我们来看个题目啊 根据成建税的规定 下列企业属于成建税 那是人的 那是人是谁 反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 那就是属于我们成建税的 纳税人咯 来 缴纳资源税的 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 缴纳消费税的 缴纳房产税的 选谁 直接选C就可以了 资源税土地 城镇土地使用税 以及房产税 都不属于我们成建税 它的依据啊 我们仅仅关注的是谁啊 附加于增值税 消费人之上的 所以直接选C 非常简单吧 好 这是这个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税率 那成建税实行的呢 是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有7% 有5% 有1% 这三档 那一般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啊 市区7% 县城建制证是5% 不在市区县城建制证的 那么就是1% 好 三档啊 是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考试曾经就直接问你是什么 其实结合于我们第一章的 问题也已经给大家说过呀 成建税 它所税用的是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7% 5% 1% 这一个要记 我曾经说过消费税的税率 你不需要记 它太多了 在我们税法一的考试付表里面 会有的 直接提供给你 但是成建税 这个三个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要记哦 特别是市区和县城的 不要记反了 好 那当然 这一个税率呢 主要是根据于纳税人所在地 他所使用的税率为主 纳税人所在地指的是纳税人的住所地 或者是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地点 OK 就是这个啊 了解一下 那除了一般规定之外 我们再来看特殊的规定 特殊规定里面有今年新增调整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市区县城镇是按照行政区划确定的 行政区划变更的这个时候自变更完成当月起 适用行政区划对应的承建税税率 纳税人在变更完成当月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按新税率申报纳税 主要注意一下啊 如果是一个到行政区划变更 比如说 哎这个现成现级的然后变成了市级的 那这种情况行政区划变更了呀 自变更完成当月起就适用我们对应的税率了 比如说刚刚我举的例子 现成的变成市了 那当然你这个新税率呢 就有5%变成7%了呀 就按照我们7%的税率进行走了啊 那什么时候申报缴纳呢 从下一个纳税申报期按新税率就申报缴纳了 其实也就是说你当月起变新的税率了 对不对啊 那你当然是你当月的税款是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进行申报缴纳的呀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当月起的一个概念啊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 纳税人跨地区 然后提供建筑服务 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 在建筑服务发生地 不动产所在地 预缴增值税时 与预缴的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并按预缴增值税所在地的 承建税税用税率 就定计算缴纳承建税 来这个在说什么呀 这个其实啊 咱们在增值税里面 应该是第11节的时候 有给大家说过 特定企业特定交易行为的 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的问题 其实也就是主要 针对于房地产的业务 对不对 那其中有建筑服务 还有呢 销售不动产 以及出租不动产 这几项啊 那么它们涉及到 预缴增值税 以及申报缴纳增值税的问题 为什么预缴呀 你不能始终不交税呀 而且 我们要保证地方的 财政收入呀 所以 我们显然是要预缴增值税的 在哪预缴 在建筑服务发生地 以及不动产所在地 一般都是异地对不对 那涉及到 预缴增值税 那预缴增值税的同时 我们也要相应的去缴纳 承建税 没问题啊 因为我们承建税 是以增值税和消费税 为基税一致的 那 但凡缴纳增值和消费税的 一般来说 都要缴纳承建税的呀 所以 预缴增值税的时候 我们也要就地去计算 缴纳承建税 就地是啥 在建筑服务发生地 不动产所在地 缴纳增值税的时候 我要在就地 然后去缴纳承建税 那适用的税率呢 当然就是建筑服务发生地 还有这个不动产所在地 也就是预缴地了 那按照预缴增值税 所在地的承建税税率哦 你如果建筑服务发生地 不动产所在地 是在县城 当然就是5%的税率了 如果是在市区 就是7%的税率了 好 这是这一块啊 你看 这一个就不是纳税人所在地了 因为纳税人 它是跨地区啊 我们应该是在建筑服务发生地 或者是不动产所在地啊 OK 这是这一块啊 那完了之后呢 依据呢 是以预缴增值税为计税 预缴多少 我们相应的乘以对应的 承建税的税率 再就计算讲到承建税就可以了 好 这一块问题啊 主要结合于我们第二章的增值税 来进行延伸的 也是属于重要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承建税的适用税率 一般是按照纳税人所在地 适用税率执行 没问题啊 确实是按照纳税人所在地 纳税人在市区的 我们就是7% 在县城 震的 那 适用税率5% 如果在其他地区 也就是不在市区 不在县城 不在镇的 那就是1% 对不对啊 这指的是纳税人所在地 但是 下面两种情况 它是例外的 它是在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 所在地 适用的税率 就地缴纳成建税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由售托方 代收 代扣 两税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个 流动经营等 无固定 纳税地点的 单位和个人 首先 第一个是属于重要项啊 它甚至 结合于我们的 这个计算去考察呢 首先第一个 由售托方 代收 代扣 两税的单位和个人 回忆一下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 委托方 如果他自己不生产 应税消费品 哎 他委托另外一个企业 比如说这个单位 他是售托方 哦 售托方去 加工应税消费品 那我们说了 售托方是单位的情况下 要代收代缴消费税 对不对 所以售托方 要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这里说了啊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同时 我们要同时缴纳 承建税 那其实也就是 代收代缴承建税 你既然代收代缴承建税了 那我们代收代缴消费税的时候 是不是在售托方所在地 那我们代收代缴消费税 也是在售托方所在地 也就是说 如果售托方在县城 那这个时候 代收代缴的承建税 要记着要是5%的税率 这个时候可不是纳税人所在地了 因为我们消费税的纳税人是谁啊 是委托方呀 这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 对不对啊 承建税的纳税义务人 其实也是属于委托方呀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纳税人所在地了 因此我这里说的是两种例外呀 OK就是这个啊 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 两税其实指的是消费税 那增值税里面 咱们说了代扣代缴那种情况 前面还说呢 境外单位和个人 向境内去销售劳服无薪资产 不缴纳承建税 所以其实也是不存在 我们代扣代缴 这个增值税同时代扣代缴 承建税的问题现在不存在啊 其实是新法里面规范的 新法里面的原文 他这里只是概括性的说了两税 承建税法再次强调 他已经立法了 他不再是暂行条例了啊 他立法之后对于增值税代缴的这个问题 他其实不同是缴纳承建税 说了很多遍了 过了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 也是流动经营的 今天在这明天可能跑纳去了 他没有固定的纳税地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纳税死在地也很难找啊 所以你就直接就在哪儿去缴纳了增值税 在哪儿缴纳了消费税 我们就在哪儿去缴纳承建税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是例外的啊 OK过了啊 先简单的熟悉一下我们的税率的规定 他偶尔考文字题 有时候也会结合计算考察 后面我们学完 继续预计纳税额的计算的时候 会给大家专门针对于计算 来进行再去分析 来我们看一下 乘建税采用的税率形式是什么呀 产品比例 行业比例 地区差别比例 有幅度的比例税率 我们当然直接选C就可以了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 这个问题咱们第一章考 也是一样啊 我跟大家说过啊 在税率的形式这一块 第一章如果你那个时候记不住 你学完我们税法一和税法二 其实就可以把18个税的 比如它的税率形式 还有它的各种情况 你基本上都知道了 所以你也不用死经被对不对啊 在承建税这一块 你就想想市区的7% 县城镇的5% 其他的1% 那这就是根据地区来的呀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不一样 那我们所适用的比例税率也不一样 因此这个直接选C 那增值税呢 增值税其实部分的增值税 我们采用的是行业比例税率 对不对啊 部分的消费税采取的是产品比例税率啊 当然消费税更丰富一点 因为它还有比例税率 还有定额税率 它还有比例和定额共用的呢 OK 这是这一块啊 直接选C 好非常简单 我们曾经也这样设计过考题 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的问题呢 我们在继续一句之前就给大家学了啊 税收优惠 承建税其实原则上不单独规定减免税 为啥呀 因为承建税它只是附加税 它是附加于增值税消费税之上的 所以一般来说 那我们增值税消费税如果有相应的免税的规定 那我们同时也会免承建税 当然 我就说一般情况下啊 比如说 我们增值税里面可多了 农业生产者销售资产的农产品 OK 免征增值税 我们要同时免征承建税 那再有 比如说婚姻介绍服务 然后还有就这种养老机构的这种服务 还有幼儿园托儿所的这种养服务 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免征增值税的 那你同样也是免征承建税的呀 你再往大了说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新政策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它是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行为 那这个时候在2022年 比如说4月份5月份这个时间 它还是免征承建税 免征增值税的呢 那免征增值税 自然而的也要免征承建税了呀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免征增值税 免征消费税 同样的也要免征承建税 它是附加税费 又体现了这个附加税的含义 好 这是这个2 那我们再接下来来看一下 相关的几个市场优惠 有今年新增的 有今年调整的啊 我们来过一遍 当然这一块内容 你就简单的有印象就可以了 不需要死扣 而且这一块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前两个 第一个是对于黄金交易所会员 单位通过黄金交易所销售 且发生实物交割的标准黄金 免征承建税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黄金的问题 它是涉及到免征承建税的 那这里教材里面呢 它其实属于今年新增的 它给了一个财税2002142号文件 所以它不是最新新增的 它是曾经就有的指示 给它收入到我们的教材里面了 今年 那这个文件里面 有一个细节点啊 我这里先给大家提一下 教材里面没有 补充一下啊 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通过 黄金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 发生实物交割的 由税务机关按照实际成交价格 带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实行增值税 急征急退的政策 同时免征承建税 来同学们 这一个在增值税里面的政策呢 是急征急退 但是在承建税里面 它是免征的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差异点 你这个不需要死敬被啊 增值税里面急征急退 而承建税它是免征的 我们发现一般情况下 哦我们是随增值税来的 但是这个不完全一样 所以给大家提了一下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对于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和客户 通过上海期货交易所销售 且发生实物交割 并以出库的标准黄金 免征承建税 好这个你就直接注意一下 它是免就可以了啊 总之前两个都是涉及的黄金相关的问题 考试的时候 你就脑子里面有一点点的印象 哦今天有个新增的 它是涉及到黄金相关的问题 有免征承建税的情况 就可以了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啊 第三个 2019年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实施扶持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承建税的减免税 以及自2019年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 这个就业承建税的减免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啊 其实在咱们增值税里面 重点群体 还有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等等相关的问题 咱们增值税里面也有相关的优惠 那你同样承建税也有相关的优惠 这两个啊 涉及到我们今年新增和调整的问题 也是简单的有印象就可以了 如果万一它出现这种特殊的 我们知道它有减免的优惠 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死敬呗 不用不至于啊 咱们的重点内容还没到呢 再接着来看第五个 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免征成建税 这一个我是建议大家记一下的 因为这个短啊 它很容易会涉及到啊 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免征成建税 第六个了解就可以了 对于中国人民银行 依法决定撤销的金融机构 以及分设于各地的分支机构 用其财产清偿债务的时候 免征被撤销 经营机构转让 这个金融机构 转让货物不动产 无形资产有价证券票据 等应缴纳的成建税 那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我们有一些啊 金融机构或者是分支机构 它被撤销了 被依法决定撤销 这个时候我们用财产清偿债务的时候 涉及到的增值税 征税范围里面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是相应的免征成建税的 免征成建税 这有个免税的一个优惠啊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第七个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 那是人小型微利企业 以及和个体工商户 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 减征成建税 那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后面 其实还会学到啊 涉及到六税两费的问题 它其实有在50%的税额幅度内 减征的问题 六税两费 比如说涉及到我们这里的成建税 也涉及到后面的交易附加 地方交易附加 还涉及到后面的 比如说资源税等等的呢 总之有六税两费 它是有减征的优惠 减多少呢 在50%的税额幅度内 减征成建税 而且针对的主体呢 是小规模纳税人 这是属于今年调整的 不仅仅针对于小规模纳税人 还针对于小型微利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三个主体我们均有 在50%税额幅度内 进行减征成建税的优惠哦 所以这个点还是相对的比较重要的 来注意把握一下 来接着来看其他的一些优惠 这三个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由与两税减免而发生的退税 退还以纳的成建税 来注意一下 两税减免而发生的退税 退还以纳的成建税 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说过的 农业生产的销售资产的农产品 或者是一些养老机构 就是我们曾经在第二章里面学过的 残托医学馆那几个 都是免征增值税的对不对啊 那还有其他的很多都是免的 如果因为免征增值税 而造成的我们相关的退税 其实是准与退还成建税的 也就是说啊 你增值税是免的成建税 我也免 这第二个 第二个非常重要啊 对于出口产品退还两税的 不退还以缴纳的成建税 我们之前说过啊 出口有免并退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问题 那如果是出口产品退还增值和消费税的 不同时退还以缴纳的成建税 四个字 出口不退 还记着我在正式法院里面讲过的 进口不征没 八个字啊 要注意掌握 进口不征 出口不退 出口 它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 但是不同是退还成建税 这个点要注意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也是很重要啊 两税实行先征后反 先征后退 即征即退办法的 除另有规定外 对随两税附征的成建税 一律不予退返还 也就是说对于随两税这种实行 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 急征即退办法的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 不 不同时去退返成建税 不退返啊 是不予退返 不予退返还 不要记返了 当然除了另有规定外 比如说咱们刚才讲过那个黄金 黄金它其实是急征即退增值税 但是它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免征成建税了哟 所以另有规定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规定而已啊 了解一下啊 我们注意大的一般规定就可以了 OK 那么到这儿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把成建税的税收优惠就说完了 成建税的税收优惠的问题 那前两个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黄金 再接着两个呢 是特殊的群体 那再接着呢 是涉及到我们刚刚所提过的 比如说重大水利工程 重大水利工程 还有金融机构被撤销的这种情况 以及相关的一个分支机构被撤销的 如果涉及到的一些转让这个货物啊 不动产无形资产等等等等的 那么我们要相应的免征成建税 这涉及到我们这个特殊的金融机构的 撤销的时候的一些优惠 还有什么呢 小规模纳税人 小微企业以及各企工商户 他们有在50%税额幅度内 减征成建税的优惠 那当然这里涉及到六税两费呢 那还有什么呀 还有这三个比较特殊的啊 随两税的减免而减免 随两税减免而减免 这个就是属于一般规则了 还有出口不退咯 出口不对这四个字 以及进口不征那个正点 那还有呢 如果是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即征即退的 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 是不予退返还成建税的 好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规定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寄税预计这个点很重要 那今年如果考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在这儿去出 不止一道题目啊 那这里的寄税预计呢 其实在我们2022年的教材里面 有重大调整但是不用担心 这里的重大调整 是因为是根据成建税法 以及相关的这个规定 进行去改写了很多很多的描述 但是如果你是去年学过 税法医这块内容 或者是你是学了初级 或者是这个税务室的相关内容 你就不用特别担心了 因为它虽然表述做了重大调整 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 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啊 但是它的表述 不可否认确实是改的很多 来看一下啊 那寄税依据 它是依法实际缴纳的 两税税额为寄税依据 那意思也就是说 它是以 十纳的增值税 和十纳的消费税 为寄税依据的哟 那这里的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额指的是 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规定 计算到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 还没完呢 还有再加上 还有再扣除等等的问题 来我给大家一一分析 首先 我们寄税依据并非应缴纳的两税税额 而是实缴纳的两税税额 所以 应缴纳和实缴纳先继分开来 这是应缴纳和实缴纳 实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它才是承接税的计算预计而非应缴纳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呢 还有后面呢 那再接着来看 应缴纳的还有 不含哪些呢 不含因进口货物或者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向境内销售劳服务无薪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 熟悉吗 在征税范围里面 咱们还专门针对于这个给大家特殊提醒了 一个是进口不争 一个是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服务无薪资产 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代理人 那是不是由境内的购买方来去代扣代缴增值税啊 但是这个时候不缴纳成件税哦 因此不含把这两个给它提出出去 好 这是这个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点 它加上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同学们增值税免底税额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增值税免底税额是在咱们第二章里面就已经给大家去学过啊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解释一下啊 增值税免底税额 在我们第二章增值税第十节的时候 也就是出口相关的政策里面 有给大家说过 那对于增值税有退免税相关的一些政策 对不对啊 那其中有免底退税法 还记得吗 免底退税办法 这里出现了一个免底税额 免底税额是出口应退税额 底顶内销应纳税额的部分 没忘吧 如果忘了的同学 把我们第二章 这个第十节的相关的内容 再去回看一遍啊 这里的免底税额 为什么会存在 其实主要是因为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 它既有内销 又有外销 内销要缴纳增值税 外销它要退还增值税 那既然有一征 一征一退的问题 对于税入机关 征管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就相抵了 一征一退 那你相抵 相抵完之后 相抵完之后 我们才是实际的在看 到底是向税务机关去缴纳 还是税务机关 退还给我们增值税 所以我们这个相抵的过程 就出现了 我们免抵税额的 这个问题 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啊 在计算的层面呢 当期的应纳税额 小于零 才有退税的问题 对不对啊 如果是这个大于零的话 其实就没有退税的问题了 那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应纳税额小于零 而且当期应纳税额 就绝对只小于当期免抵退税额 应退税额是谁啊 谁小我们按谁退 对不对啊 那所以当然是当期的应纳税额 比较小了 所以应退的是它 那两者之差不就是免抵税额了吗 OK 这是我们曾经在第二章里面讲过的 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应纳税额是-10万 免抵退税额是12万 那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应退税额是多少 是10万呀 没问题吧 免抵税额呢 那就是2万 所以从计算的层面 它是非常简单的 当然我还给大家说过原理 应纳税额是-10万 我们这个应纳税额 是不是有内销的 这个-10万 -10万它的构成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有内销的 然后有外销的 那免抵退税额指的是 没有内销的情况下 我们给予这个企业的最大退税额 对不对啊 退税的不就相当于 真的于外销的 真的于出口所对应的吗 所以我们外销 其实相当于是退了多少 12 也就是不考虑内销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应该退12的 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内销它能推算出来 要缴多少吗 内销是2呀 内销缴了2 只有内销它是交2 然后外销它是退12 那最终那才是 我们算出来内外销的 这个应纳税额才是负10 没问题吧 所以这里的内销应纳税额是2 然后外销应退税额是负12 我们再考虑抵顶 也就是免抵税额的问题 抵顶是什么意思啊 是出口的应退税额 抵顶内销的应纳税额 怎么抵顶 12应退的 要在2里面去抵顶 抵顶了多少 那不就抵顶了2吗 因为它只有2 只有2啊 那再反过来 咱们还是在说原理啊 如果是应纳税额是负10 是负10 那免抵推税额如果是8呢 那我这个时候又该分析了啊 内外 那免抵推税额如果是8 这里还是负10 这个时候 免抵推税额指的是 外销它应退的对不对啊 所以它应该退8 那内销呢 内销我们可以推算出来 它其实是负2 负2是啥意思啊 负2是 你当期的内销的应纳税额 净向大于肖下 它产生留底了 产生留底了 其实这个情况你会发现 哦 那我外销的这个 应该退的这个8万 我还有办法在这个内销的 应纳税额里面抵顶吗 没办法了呀 因为内销的应纳税额是小于0 我们没法抵顶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其实免抵税额是0的 好 这一块的问题 再次强调 咱们只是在回顾 这个增值税 第十节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 如果这一块啊 你理解的不是特别的深刻 回去看一下我们第二章 当然啊 这一块的内容 你即使不理解原理 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绝对不影响我们呃 这个承建式的计算 你你能把握住 我们的免抵税额 它要加在我们的计算依据 就可以了 因为免抵税额 它只是内外销相抵的 这个过程 其实它要实际的 它相当于是不是实际的 要交增值税的 OK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是这一块的问题 所以它要构成我们 承建式的计算依据 就是这个 再接着来看 还没有完 扣除直接减免的 两税税额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 那这里的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 又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依照增值税销税 的相关规定 直接减征 或者是免征的两税税额 哎 真是好说呀 增值税如果有免征的优惠 我们成建税 同样也有免征的优惠呀 那再有 不包括实行 先征后反 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办法 退还的两税税额 哎 这个不包括还记得吗 咱们前面的税税额会里面 其实已经提过了呀 对于实行先征后退 先征后反 急征急退的政策的 其实一般情况下 不与同时退返还成建税 所以这块 当然不包括在内了 不包括呀 因此这块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那还有扣除什么呀 扣除期末留底退税 退还的增值税 退还的增值税 留底退税 留底退税的问题 还记得吗 它依然是属于我们第二章 增值税里面的相关内容 而且增值税 留底退税那一块 咱们今年还有新政策 还记得吗 有针对于2019年4月1日 开始实行的 留底退税的政策 有2022年4月1日之后 然后它陆续又发布了很多的 我们这个增值税 我们这个增值税 留底退税的一些政策 那对于 期末留底退还的增值税 我们相应的要在成建税里面扣除啊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留底 留底 退税 2022年的2月呢 肖像 比如说是150万 那镜像呢 是零 那我们发现啊 2022年的2月 它正常的要缴纳增值税吧 要缴 交增值税 是150 150 那如果我们考虑 它是 退还 这个时候1月 它是不是就收到了呀 它收到了 那么我们退还 退还是不是100万 那现在呢 考虑的是退啊 现在2月 它又交150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它是不是相当于交 50 增值税 那才有 如果是不退呢 如果这个100万的留底税额 它不退 它干嘛呀 它截转下去 抵扣呀 我们发现 你100万的 这个留底税额 你可以截转到 2月进行抵扣 没问题吧 所以 那我们相当于是 150 直接减100了 就是50万 50万的增值税 你看啊 在增值税这一块 无论它是退 还是不退 其实我们整体交的增值税 都是50万元 对不对 那所以啊 我们国家 针对于退这个 是什么含义啊 只是啊 用这个镜像 本来是原本用于 抵扣肖像的 现在呢 是 相当于给企业 提前获得现金 这是国家 对于企业的一个 扶植性的一个政策 所以准于 把这个 留底税额给它退还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 在增值税这一块 其实税负是一样的 那再来看承建税 承建税 如果我们不退 我们会发现 哦 承建税在这一块 在二月的时候 它要交150 相应的承建税 我们是不是 150乘以一个 现成的5% 是7.5呀 是7.5万 好 这是 这个是 我们这个 不退的情况下啊 不退的情况下 是1.5 7.5万元 没问题吧 那如果不退的话 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增值税 你这两种方式都一样 但是承建税 你又不一样 承建税不退的情况下 你竟然多争了 所以显然不行啊 这是国家对于 企业的扶植性政策 你现在 如果承建税里面 不予扣 那你岂不是成了 掠夺性政策了吗 所以啊 我们承建税法里面 也依然规定 对于期末 留底退还的增值税 我们也准议 在承建税的 及时预计中 给它扣出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 五层意思 今年咱们新增的 这个点很重要 当然它没有 实质性的变化 其实这些点啊 只是给大家 融合在一块了 我们以前 其实也是这些内容 也是说 免底税额要加进去 留底税额要给它退掉 留底退税要给它退掉 也是之前这么说的啊 那再有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呢 其实这里的表述 来看一下啊 这里的表述 有关于增值税的 有关于消费税的 首先 它第一个是关于缴纳的增值税的两税税额 也就是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加上应该缴纳的消费税 没问题 那不含 不含的 这也是两税 那加上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我们只有增值税有免底税额 消费税可没有免底税额啊 那再有扣减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 那增值和消费税里面 其实都有减免的问题 所以这块是两税 那再有期末留底退还的增值税 那到这一块呢 又是只在说增值税了啊 所以如果你从两个层面看 也可以剖析成两层意思 一个是增值税 一个是消费税 那也就是说应当缴纳的增值税 然后加上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减去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再减去一个增值税 这个期末留底退税 那再还有个消费税层面的呢 消费税层面的呢 就是应当奖的消费税 然后再干嘛呢 再减去一个 这个直接减免的消费税 就可以了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分开来看 都没有问题 在咱们法规的一些细则解释里面 其实也是分开 也给大家分析了啊 好OK 这是这一块的问题哦 来很多 我们一个一个 你都得把握清楚 也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标的 那五层意思 理解就可以 现在还不需要死精美呢 我当然给大家总结啊 不用着急 接着再接着来看 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更正查补 此前按照一般继税方法 确定的成见是继续依据 允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 留底退税额 这一块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那说的是比如说啊 你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但是以前啊 你有比如说有隐瞒的收入 这个时候你当然是要更正要查补了 那我们 此前按照一般计税方法 确定的一个成见式的计税依据是 也照样可以允许扣除 这个留底退税额的 没扣除完的 照样允许扣 这是这个了解一下啊 当然这里的允许扣除 留底退税额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我们一般计税方式下 一般计税方法 一般计税方法 才有留底退税的问题啊 它可不适用于简易计税方法 这是咱们增值里面学过的 那再有呢 最后一条 成见税的计税预计 不包括加收的质纳金和罚款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你还是回顾到本质 我们本质是针对的是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额 它当然不包括质纳金和罚款啊 质纳金和罚款是实际 能够增值税和消费税吗 不是啊 它是非税款项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 来说几个小提示啊 这里面的内容的这三条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咱们教材里面是没有收录的 但是为了整个体系的完整性 如果你不学将不利于 你很好的理解啊 所以我给大家补充了一下 当然这一块内容 你不需要死经备 只是为了一个知识的一个完善 然后稍微熟悉一下就行 来看一下第一条 纳税人自收到留底退税之日起 应当在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从承建税计税预计中扣除 也就是说我刚刚举过的例子 你还记得吗 2021年底的留底税额 如果它申请的话 它实际收到 是不是在2022年的1月收到 2022年的1月收到 它可以在2022年的2月 也就是下一个申报期啊 2022年的2月 然后从承建税计税预计中扣除 也就是我们前面举过例子的 在2022年2月 这个承建税的计税预计中 准以扣除压 说到退还的这种情况 那再有啊 留底退税额仅允许 在按照增值税 一般计税方法 确定的承建税 计税预计中扣除 它仅仅适用于 一般计税方法下啊 那简易计税方法 你也没有留底退税的这种问题啊 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 在以后纳税申报期 按照规定继续扣除 可以截转 继续扣除的啊 再有增值税免底税额 征收的承建税 纳税人应当在 税务机关 核准免底税额的 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这里也是体现的这个下一个 了解一下啊 这一页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啊 首先第一个 位于某市市区的家企业 看到某市市区 7%的承建税税率 2021年10月申报期 享受直接减 享受直接减免增值税优惠后 申报缴纳增值税是50万元 要学会读题 提炼出来最关键的点 那首先它是享受 减免优惠后 申报缴纳的增值税是50万元 那本身我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 我们同时也是减免 这个承建税的 所以考虑优惠之后的申报缴纳50万 才是我们计税预计的一部分呢 50万这一块注意一下 而且括号里面给的非常严谨啊 不包括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的部分 当然啦 因为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的我们比较特殊呀 它不同时去退返还承建税呀 所以这一块我们压根就不考虑了 来 9月以核准增值税免底税额是10万 免底税额要加在继税依据里面 没问题吧 其中涉及出口退税 出口货物是6万元 涉及增值税零税率的应税服务是4万元 咱们这个免底税额 你无论针对于货物还是针对于服务 咱们都有都可能会有免底税额的存在 所以6和4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 承建式的急税依据的一部分 都是属于 再有9月收到增值税留底退税额5万 好收到了留底退税额 那该企业10月应申报缴纳承建税是多少 那首先最基础的依据是不是50万元 然后免底税额要给它加上 对不对啊 6和4都给它加上 然后还有呢 收到了留底退税额 那么要在10月的大市申报期干嘛呀 给它扣除呀 所以5万给它减除 因此再乘以相对应的7%的税率 就出来了我们应该整的承建税呀 好这一题就考虑了我们直接减免 考虑了免底税额 考虑了留底退税的这个组合运用 再接着来看 第二个案例 位于某县县城的一企业 一看到某县县城 它的适用税率是5% 2021年的10月申报期 享受直接减免增值税优惠后 申报缴纳增值税是90万元 那依然是享受优惠后 申报缴纳的增值税 所以90万元是继续预计的 一部分 好再有 享受直接减免消费税优惠后 申报缴纳消费税是30万元 90和30都是属于我们继续预计的一部分 那该企业应申报减免的成建税率多少 增值税的层面和消费的层面 那我们都得算进去啊 所以90加30乘以5%就算出来了 好这是积税依据乘以税率 我们自然而然就算出来的成建税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位于某市市区的甲企业 2021年9月收到增值税留底退税200万元 收到了 9月收到了 10月纳税申报期 申报缴纳的增值税是120万元 其中按照一般计税方法100万元 按照检疫计税方法20万元 该企业10月因申报人的成建税是多少 首先 对于9月收到的留底退税 它可以在10月的纳税申报期准语扣除 对不对 但能扣除多少 能直接扣除200吗 同学们不能 能扣除多少 能直接扣除120吗 注意也不能 我们只有针对于按照一般计税方法的 才准语扣除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10月的纳税申报期 我们只能干嘛 其实你只能扣100啊 只能扣100对应的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 你20对应的还得照样的征 交成建税呢 你是交成建税没问题 只是说留底退税额 你只能在一般计税方法的这个增值税里面 给它扣减掉 好 这是这个啊 两个层面 一个是我们一般计税方法下 才可以去扣除留底退税额 另外一个 减易积税方法下 它依然正常的缴纳 增值税 正常的缴纳承建税 OK这是这个 再接着来看11月 11月纳税申报期 该企业申报的增值税 200万元 然后均是按一般计则方法产生的 那这个时候 11月应该申报 减大成建税多少 哦 200万元 首先你得先 这是作为依据的 扣减一个什么 我们的刚才所说过的这个留底退税额 如果扣减不完呢 我们可以截转 继续抵扣 可以啊 所以当时10月份只扣了100 还有另外100呢 因为总共人家200呢 另外100 在11月纳税申报期 给它扣减就可以了啊 那200减去100 这就是积税依据 乘以相对应的 承建税的税率 7%就出来了 这是我们10月份 以及11月份 它所对应的 缴纳的承建税 OK 通过这三个案例 我们基本上就把这里所说过的计税依据的这么一大堆问题都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OK 在捋一下啊 首先站在计税依据的角度 这是咱们今年新增的内容 应该算是调整的内容啊 那调整的层面呢 它是按照我们承建税法来进行这个改了很多的文字描述 但是实质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你比如说 第一个层面是以应缴纳的两税税额为基准 但是它的积税预计其实是应该是10缴纳的 而非应缴纳的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进口不争 还有对于境外的单位和个人 像境内销售劳务服务 无薪资产这种 涉及到境内的购买方去带购脚增值 但是不同时缴纳承建税 这个点要注意啊 那第三个层面呢 是增值税的免底税额 增值税免底税额 它的原理建议大家以理解为主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实交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要去相应的去缴纳承建税了 那还有第四个层面 针对于直接减免的两税 它是有税收用会导致的啊 不包括先征后返 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的部分 因为我们优惠里面已经学过呀 先征后退 急征急退 这个还有先征后返 它是不同时退返还承建税的 那还有第五个层面呢 关于留底退税额 留底退税额是准于 在承建税的积税预计中扣减的 而且只针对于一般积税方法下扣减的啊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呢 可以说是第六个层面了 不包括加收的支纳金和罚款 总之他们的最根本还是说 以实际缴纳的增税消费税 两税税额为积税依据 那不属于的 我们统一的 它都不缴纳呗 好 这是这个啊 ok过了啊 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承建税的积税依据 就是这个表 这个表 它其实去年也能用 今年也能用 咱们虽然 教材里面 针对这一块改了重大表述 但是它的实质上 并没有什么 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有些同学学过了 初级经济法基础 学过了筑块税法 你这一块是不受大的影响的 ok看一下啊 首先 承建式的积税预计包含什么 包含纳税人向税务机关 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来 是向税务机关实际缴纳 第一个 像税务机关 像进口啊 海关带征的 它是不缴纳的 所以不包含的问题 注意进口不征 这是第一个点 还有实际缴纳的 不是应缴纳的 这也是一个点啊 再接着来看第二个 纳税人被税务机关 查补的增值和消费税 你既然在当期查补 你是不是也是在当期缴纳的 它也是实缴的部分啊 所以 查补的增值和消费税 依然是属于成建式的积税依据 那再有 纳税人出口货物 经核准免底的增值税额 免底的 免底税额是要加进 我们成建式的积税依据的 所以依然也是包含在内的 对不对啊 好 OK 再接着来看 那境外的单位和个人 向境内销售劳股无形资产 向税务机关 缴纳的增值税 税额呢 涉及到我们是 比如说境内的购买方来 带购带奖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同时缴纳成建税的 OK 这一块啊 前两者是征税范围里面都已经提过的 第三个 除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外的其他税 我们是不包含的 那比如说啊 什么房产税 什么资源税 成建式的使用税 全部全部都不会作为成建税的积税依据 我们只找两个 实际简单的增值税 和实际简单的消费税 这两个是最根本的 那再有非税款项 比如说违反增值和消费税有关规定 而被加收的质纳金和罚款 它不属于实际简单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啊 所以压根它就 不包含在我们成建式的积税预计中 另外还有 成建式的积税预计 应当按照规定扣除 期末留底退税退还的增值税额 也就是说 针对于 期末留底退税退还的增值额 也允许从成建税积税预计中 给它扣减掉 OK 这个表啊 相当于在我们前面那个复杂的文字表述的基础上 又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前面的原理能理解就理解 那你如果实在 你觉得理的好吃力 其实你只记这个表就可以了 你也不是很难记 最根本的就是 以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为积税依据 包含查普等 然后包含民底税额 有留底退税额 准宇扣除 那么其余的非税款项 其他税进口不争这几个原则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不包含 以及包含的项目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相关系题 下列属于成建税寄税依据的是 成建税寄税依据 进口缓解者的增值税 进口缓解者的 这个关税 进口缓解较达的消费税 国内销售环节达的增值税消费税 谁呀 只能选递了 进口不争 而且选项B更不对 我们是以实际讲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为积税依据 进口不争 所以ABC都是错的 我们选递为正确答案 再来 下列各项中应计入成建税寄税依据的是 纳税人被税务机关查补的消费税税款 因欠缴税款被加收的支纳金 退还的增值税期末留底退税 留底税额 还有因欠缴税款被处以的罚款 首先被处以的罚款和加收的支纳金 我们都不会作为成建税的积税依据 那被查补的消费税税款没问题呀 查补的你也是当期实际缴纳的呀 所以A是没有问题的 而选项C退还的增值税期末留底税额 其实应该相应的从成建税寄税依据中 给它扣减掉 给它扣除掉 所以不是记录啊 因此这一题A为正确答案 好 这是这一块的问题 OK 那到这儿来说呢 我们针对于成建税的寄税依据的内容 就说完了 里面说的内容是很多的 你该掌握的掌握 该记得记 那对于成建税的寄税依据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下一节目还会接着 在学习计算的情况下 再进一步巩固一下我们的寄税依据 OK 这一节目我们暂时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